纵观2023年,习近平主席亲自不化,亲力亲为,主持两大主场外交,出席三场独立峰会,开展四次重要访问,举行了百渔场贵戒会谈通话,以大党大国领袖的精怀气度,同各方共化友好合作,共伤天下大吉。 从克里姆林宫长坛到广州松原会晤,从长安复习手到同志加兄弟,从彩虹之国的金砖石刻到阳光之乡的亚太兰土,从成都成就梦想到朝企前当江澎湃亚西亚。 在现了新时代,中国外交的万千气象,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分布,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崭新局面。 元首外交既有极具战略性的高层对话,也有饱含人情味的心理沟通。 基金哥博士五十多年前首次访华时下榻的地方,习近平主席亲切会见并验请这位百次访华的世纪老人,这一特殊安排展现了中国不忘老朋友的优良传统。 过去一年,习近平主席还面向美国人民发表重要演讲,同越南青年开展亲切交流。 向希腊学者、孟加拉儿童、南非大学生、古巴科学家的友好人士发去饱含深情和鼓励的回信。 交换了有一枝树,播种有一枝花,书写了相知相亲的新篇章。